都跪得离谱,你怎么玩,光就让你玩那551.8去,玩那些,弄个标签,弄个菜丝镜头,弄那说不好听的,那真一般般,是吧? 佳能现在出来这个,你像大三元1535,2470,70200,全都出来了,早都卖了好长时间了,你随便用,是吧? 你们刚吃了一个70200,二代现在就炒作的不得了,FE70200算你的,是吧? 你想这佳能这个51.2都玩了快20年了,你刚现在吃了一个51.2RS,那你差得远着呢,你的时候就不对啊,是吧? 所以说,佳能现在把常用镜头的RF系列全出来了,大三元不用说,小三元都齐了,1435, 然后这个702.4都出来了,24105,是吧?小三元,大三元,超三元还马上出来了呢,超三元早就出来其中一款最常用的28702 那素质现在卖到快三万了,卖到三万了,刚刚的,绝对堪比定角镜头,是吧? 所以说,佳能在影像行业内,还是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所以说,开个玩笑,佳能那么差,我为什么还要用佳能? 我是交了好多学费的呀,尼康全套,全系列,所有机身镜头,200毫米以下的镜头,我全用过呀 没有一个没买过的 佳能也是全系列,全套,全买过了 全都用过了 然后,索尼都试用过,没买过 为什么呢?每次试用,我就特别不满意,所以我就没买,就回来了 一直到现在,我基本上经常去试这个索尼,都没买 因为实话实说,我用佳能,虽然佳能这么好,对佳能还不满意呀 所以我就也试富士,也试索尼,就常用的,就这几个相机 包括哈搜,我都试过 是吧,最终确定,只能用,佳能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收看 爱的,是有圈子里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我想你们了 这阵子呀,我总是做这个陕西画观众方言的节目 所以说呢,摄影的节目都做的少了,冷落了 今天,呃,必须做一下,必须做一下摄影的节目 这期节目,主要给大家谈一下,佳能相机的最新的RF顶级镜头 目前,佳能三款RF的定焦镜头 超级牛 哪三款呢 RF501.2 RF851.2 跟DJ 还有一个就是RF 100毫米微距 这三个镜头 这三个镜头呀 超级牛 为什么说超级牛呢 目前带领着佳能光学素质的最高境界 没有别的可选 这镜头现在卖的多少钱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佳能的RF51.2可能12000买的 现在二手的需要RF15000到RF16000 全新的卖到RF18000了 你想想,它好不好 肯定好 我把俩RF51.2都卖了 那我是玩出来了 为什么说这三只镜头现在真的好呢 不是半戏一星半点的好 是太牛了 这三个镜头我都有 我都有啊 有些人老觉得 为什么最新的器材我都买呢 是不是我特别有钱 我确实挺有钱的 我确实挺有钱的 钱不是问题 我就想要好东西 我就想要好东西 这个镜头好到什么程度 首先咱们说RF的51.2 这只镜头 如果是一个小电影啊 哎呀,为什么说好呢 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的 这几只镜头不光是照相好 他摄像现在特别牛 关键是 这是重中之重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这个视频时代 所以我们很多镜头的这个研发 与摄像 挂上了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RF为什么厉害 它摄像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跟电影一样 特别牛 第一,最近对焦距离近了 0.4可以随便玩了 第二,焦外虚化超级好 第三 他拍摄的照片啊 这镜头就跟没玻璃似的 显像性特别好 就跟你眼睛直接看到的物体 没有任何阻拦 没有任何经过镜片过滤的素质一样 真实 特别真实 还好看 那一个镜头里边是十几个镜片呢 那照出来那个像就跟没镜片一样 超级棒 显像性特别好 不说什么立体色彩 都一流的 所以说目前来说 佳能几款镜头里边 RF的51.2 我个人 个人仅一加之言 我个人认为51.2是最好的 后来出了个85.2 RF的85.2 一出来我就买了 我用了佳能的85.1.2之后 感觉它的素质没有RF51.2做得好 实话实说 但是85.2现在因为它焦段长呀 可能人像摄影里边常用 卖到了18000多 那个带散焦的那个卖到了2万多 价格不便宜 但说实话价格也不贵 为什么呢 索尼镜头出来之后 我索尼这个家伙价格匆匆匆飙上去了 所以搞的佳能一看 这怎么着 我这产品也不比索尼差呀 那我也不便宜 所以现在佳能这RF镜头出来之后 哇 一列收割你的财产 一系列在摄影爱好者和专业摄影领域里边搁麦子 都贵呀 2470我买2470好价好 一万七千九买的 现在你要买一个RF51.2 一万七 买一个佳能的这个RF的85.2两万 是吧 都不便宜呀 原来EF的镜头哪有这么贵 没这么贵 而且现在还没货 不过这两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镜头毕竟它产量 产量在那放着 然后需求可能比较少 就是RF的100微距 这只镜头现在已经低于一万了 一万以下就能买到 刚开始的时候卖一万六 一万五千九 我买的是一万零九百 素质超级好 细腻清澈 画面干净 哎在这要说一点 有些这个爱好者或者说有些玩家经常老说呢 哎那五十一点二跟五十一点一点四 光圈就差那么一点就没什么差别 真的错了 他们的顶级镜头不仅仅是分辨率高 他那个成像特干净 就这个色彩掺杂特少 真就像我说的刚说的就跟眼睛看到的一样 就像这个镜头没玻璃一样 特别棒 但是你别的镜头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五十一点八素质也特别好 那照片不干净 特别浑杂浑浊 那五十一点二那照片就特强 特别显象性特别好啊 立体感焦外什么不用说了 五十一点二那焦外虚化的 哎呀那种散焦过斗的特别舒服 而且这些超高级镜头拍出来的照片一点不晕 哎 所以说大家你不用信说什么 是马了腾龙了镜头成像也不差 是确实好不差 包括尼康说实话 他们拍出来的照片晕 佳能牛逼就牛逼在这了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我现在把这几大品牌玩过之后 佳能确实是最牛逼的 啊 这是我是仅仅一家之言啊 我不跟人家抬杠不跟谁反对啊 我目前的认知来说 佳能就是最牛逼的 东西确实好呀 而且你想要啥 他就给你能造出来啥 你不服不行 大三元不用说了 现在十五三五二点八 二四七零二点八 七零二百二点八 全出了 小四喜也有了 十四三五 是吗 那七零二百四都有了 你要啥他给你弄啥 你比如说定焦 这也是一样 定焦现在这个RF出的有点慢 其实我现在最想等的是定焦的RF 二四一点四 或者退一步来说 出个三五一点二也行 因为现在进入这个视频领域了 我得摄像啊 有时候手持相机 我得拍着 尽量能轻一点 越轻越好 为啥以后进行视频领域了 你镜头轻一点 肯定 但是他最近出了一个十六二点八 很便宜的镜头 这个确实不错 这个镜头 我估计主要就是针对Vlog Vlog者们出的镜头 就是视频博主们出的一个镜头 我也很期待 毕竟呢手持我自拍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十六二点八嘛 所以说RF五十一点二 八五一点二 一百毫米微距 这三支镜头的成像素质 目前在佳能所有光学素质领域里面 已经是非常非常牛的镜头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RF的400和RF的600 它的素质更牛 价格更贵 一支镜头都十多万啊 甚至二十万 那个就是说咱们不是咱常用的 咱基本上不太聊这些镜头 我我个人一般不太聊 二百毫米以上的镜头 我都说的少 我现在还买了一个佳能的RF的一百五百 红圈镜头 这支镜头素质也非常好 它是替代原来的佳能的大白头啊 像佳能的EF的一百四百二代替代他了 所以说给他按一红圈一百五百的红圈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拍鸟的人很多 因为鸟漂亮啊 器材贵啊 我可以写吧 是 那是人家的事儿 咱不甘愿 所以说我一般聊的话 镜头聊的都是二百毫米以下的镜头 关于这三支镜头 我重点是想在评论区和大家互动 RF的五十一点二 八五一点二 一百毫米微距 这三支镜头我都有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对这三支镜头想要了解它什么 评论区我跟大家多互动啊 这个节目我就是抛砖引玉 我想跟大家的评论区探讨 大家提出问题 我多给大家回答 多给大家探讨 然后把这三支镜头了解透彻 用好它啊 尽量多用 我现在买了这几个镜头了 都在那放着 为啥呢 我说天天看闺女呢 我这现在小闺女一岁多 我天天看她 真没时间用 我也着急 着急也没用 看孩子头等大事 你没办法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观看 大家好 这期节目做一个什么节目呢 单反相机在摄影领域 还能有多久的生命力 是这样一个话题 实话实说 我个人现在把单反都卖完了 就剩下一个佳能的6D 是因为我那个是个全新的相机 卖的话太便宜了 我舍不得卖 放到那也没多少钱 偶尔我给闺女拍点照啊 或者说上街上去拍点计时 我还能偶尔用一下 当个背机吧 R6这款这个6D这款相机 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就留下来 因为便宜嘛 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就是说我个人来说 我把佳能的1DX3 5D4 5DSR都卖掉了 尼康的D5 尼康的这个最顶级的单反相机 我全都卖掉了 那么从我一个个人的这种转变来说 单反相机在摄影领域的生命力 很快就会被无反跟微单代替 因为影像的事情 也是在翻天覆地的在演化改进 我们从静态影像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动态影像 那么动态影像来说 不管是相机也好 单反也好 微单也好 手机也好 啊 我们的表现形式 已经从静态影像 转化到了视频模式 那么视频模式下 我们对一台相机的这个要求变了 所以微单应运而生 像我现在给大家录像的这个小机器 是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卡片机 佳能的G7X3 因为我要是拍个Vlog 我要是做个视频什么的 轻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当时用单反的时候 我经常拿着第五 二二零 卡卡端着 那时候网络上有些人说 老师相机太重了 我那时候就不理解 相机重 相机重 你别搞摄影 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反对人 说相机重 相机越重越好呀 那好镜头和好机身没轻的 包括现在进入这个微单领域也是这样 但是 时代在改变 我们的需求在改变 轻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很重要的一个需求 我现在买镜头就就得轻 我现在用一个RF的51.8 我这两天还等那个RF的16 2.8呢 为什么?轻呀 我现在也逐渐的往视频方面发展 学习 因为我搞静态影像搞了20多年了 人像摄影拍了20多年 那么这个问题 在普遍的社会当中 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的生命力 我相信很快单反就要落寞 那有些人说了 他就喜欢单反啊 他就还追随着单反呢 他这话说的是自己骗自己 他要有钱更新 要舍得花钱更新 有的人啊 买器材并不是没钱 他是不舍得 如果说他觉得值 他想花 那早全都转微单了 谁还用单反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了什么呢 出现在了这个微单 价格太贵 价格下不来呀 太贵了 单反还能扛一阵 如果是静态摄影 还有这个摄影工作室呀 摄影店呀 不加视频的这些摄影方面呀 微单还能扛一阵 因为相机厂家 已经都不再做单反的研发了 基本上就处于准停产状态 所以说我们也要与时俱进 有些人跟我抬上 啊 那我就用单反 我就不喜欢这个微单 哎 那是钱没到位 嘿嘿嘿嘿 钱到位你也换了 实话实说 那现在还有用胶片的呢 现在还有用那个 还有用那个大画幅的呢 还有用手动对胶 手动做机的呢 还有玩针孔的呢 那咱不反对 咱说的是大潮流 大潮流 大潮流来说 你比如说人有玩小众的 有玩胶片的 有玩单反的 这属于小众了 咱们从大的潮流 摄影潮流来说 微单 目前来说 已经取代了 单反 因为在我们这些 新锐或者说各个方面的 这个摄影摄像领域 这个微单已经非常火爆了 就是说无反 无反相机 像佳能的这个R5R6 索尼的A73 什么A333系列的 一系列 非常火 进入这个微单领域之后 尼康这个脚步太慢了 尼康本身 这个成像就是差点意思 灰不垃圾的 难受 所以说他自己不思进去 已经现在弄得 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现在重点就是 佳能 索尼 富士 尼康边缘化了头 原来我是尼康的这个 忠实用户 所以说 单反还能维持多久 根据自己兜里的钱 有钱的 或者说思想先进的 全都早换成这个专威了 谁还用单反 我也是去年把我的单反 基本上都都都出掉了 全都换掉了 我现在用佳能的R6 佳能的R6 现在成了我的主打相机了 因为在佳能这几个相机里边来说 可选和可买的 目前就剩下R6了 其他的相机 都有各方面的这个 综合性能 参售价格 各个方面的来说 R6是目前佳能的 当红花旦 最值得购买的 一款相机 就像当年的 佳能5D2一样 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款相机 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 R5价格太贵 我能多出一个镜头前来 我玩一个顶级镜头多好 性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R6的成像特点 还有这个 号称有EDX3的这个 什么传感器 还是什么的这个加持 非常好 机器反应也很迅速 就是网络那个传输 好像没有EDX3快 EDX3那个 无线网传 网手机里传状 真的zozo的 然后R6 R5 R2P 这都稍微慢一点 我是把这个 微单已经玩了一遍了 所以说单反相机 还能维持多久 取决于 你对摄影的认知 和腰包里的钱的多少 从理念上来说 微单和专微 现在已经 取代了 我个人就是一个实力 而且我是一个 纯粹的职业摄影师 我都从这个单反 顶级的单反 全都抛弃 换成这个 微单了 那这是一个倾向 从我个人的 我一个人的这种感受和时代这个把握上 就能感受到单反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和日常使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要进入到视频领域 我们有很多的视频的需求 视频的需求来说 这个微单的摄影摄像这个方便程度远远的高于单反 远远的高于单反 太方便了 而且他就专门为这个摄影摄像提供了很大的科学设计 所以说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 我觉得没什么可维持的 现在谁还买单反 如果现在谁买相机让我推荐 我全都推荐无法 我绝不可能推荐单反 除非他很固执 很固傲说 我就要单反 那行 那你就用单反吧 不管是从成像来说 还是从使用这个情况来说 微单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方便 非常轻巧 非常舒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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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牵扯到第二个词了 爱求求是什么意思 求就是男人的生殖器 那么爱求的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大家非常明确 爱求的就特指女性 那么爱求的这三个字 它的本意是指女性 是指女性 因为男人没这个功能 男人他不能挨 是吧 不能奶 所以一般指逆男求的 她是女性 但是这个词的由来 可能也是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哎 经常夫妻两个 或者说男女之间 跳皮的说你奶求的 意思是形容这个女的呢 是你背那啥了 哎 所以说其实翻译过来 在北京也有这样的话 北京这样 北京的话怎么说呢 北京说 这其实说出来啊 大家都觉得是粗话 不文明或者不好听 但是各地都有这样的话 都有这样的话 北京人说怎么说 哎呀 被操 被操的 被操的 跟陕西的 来求的是 一模一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 这个被 那啥 他意思放在一起 都是指女性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演变成了一个词 口头禅 就像我开篇介绍的那样 其实是 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意思 哎 或者说 我可爱的哥们的意思 好久不见了 你我哥们 我亲爱的哥们 你干什么呢 哎 奶求的 演变成了一个词 但是这个词 用在不同的地方 是不同的意思 观众人都懂奶求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本意 本意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 这是他的本意 奶是癌的意思 求男人 那个 那个事 第一 虚词 是这个人的意思 那么奶求的 就是特质 被干的女人 这就是奶求的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天天挂在嘴上 非常可爱 非常的什么 但是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做的 我们的很多日常用语 都来自于那 有很多人就忌讳 说这是脏话 什么的 所以我个人一直不认为这是脏话 虽然 现在为了推广某一种语言 就去贬低另一种语言的形成 说他不文明或者说是脏话 这个 就像 我们的后人说我们这段人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这段历史也是非常不光彩的啊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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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历史也是非常不好 没有什么好事 没有什么好事留下来 我的父亲们给我们留下不好的东西就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比较敏感 政治的东西他有些东西不能说 那么牵扯到你奶球的这个词的过程当中 奶就是比如说挨打呀 挨干呀 他就是被 背了 最后他是一个被动的词 被动的词特指女性 那么现在这个词已经有了 你比如说哎 你奶球的呀 回着说这个哎 我也奶球的 我也奶球哈的 意思是 他个人 特别坏 啊 那么一般指好话的时候 说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接近一个虚词 或者说接近一个口头禅 但是这个话 这三个字也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 那他就是一个不好的词 就像我刚说的骂人 哎 我也奶球的哈松 那么在用到这种语境和环境下的话 这个词 他就不是好词了 但是就是像我说的 刚两个人在一桌子上吃饭 哎 你奶球的最近都啥呀 那这就是非常友好 关系特别铁的人 才能当面说你奶球的 哎 那是特别友好 铁 才说你奶球的 那么这个词的本意 大家听了之后 大家总觉得说不出嘴 或者什么的 但是 我在前几期节目里边都讲了 很多语言都来自于那 来自于那点事 比如说上几期讲的 寡皮了 这个皮杆了 这些 谁皮了 这些 对来得也能 还有男的那个 男的那个日巴刹 啊 呃呦宁能刹 这这些词 都也是来自于那 那么 所以说我们的语言形成 其实和 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 是一样的 所有的 语言的形成 都和日常生活有关 从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的演变 改进 挨来 那我们日常生活 人类或者说其他任何动物 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事 是什么 第一 是吃 维持生命 第二 是 盖纳莎 繁衍生命 所以说最重要的两点 就是 维持生命 和繁衍生命 那么最关注的是什么 那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事 维持我们的生命 和繁衍生命 在不断的进行 几千年历史的演变 战争 争夺 各方面 无非就是这两件事 是吧 人活到底 活到最本性的东西 那就是为了 维持自己的生命 那么就是吃 吃喝用 那你吃 吃的话 你就牵扯到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 那嘴的东西 那就牵扯到了能源的争夺 地盘的争夺 我有多大面积的地 可以吃饭 我有多少能源可以用 煤炭 电水 我可以用 那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多语言 那围绕着我们的繁衍问题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奶球的 奶球 那么在这个不断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形成了无数的围绕着那块地方的予言 少数民族 外国 都这样 别的咱不懂 最起码外国人说 Fuck you 我操 也是他妈操你的意思 是吗 那 骂人啊 或者说激情表达的时候 或者说感叹的时候 都说 那一块的词 那证明大家最激动的 最感叹人的词 都来自于那一块 比如说北京人说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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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这段子 那么就是一个感叹词 但是这感叹词总有由来呀 我操是什么意思 是吧 那在陕西就说 那跟我操是一样的意思 是吧 特别感动的时候 那是特别感动 那所以说 不能说 那一块的词 咱们就把它 非得要定义成脏话 我对这个定义 反对 是吧 反对有效没效 咱不管 表示反对 就跟现在 咱们抗争 没有用 没有用 表示抗争 就行了 所以说 我们的无数语言 其实都 从 隐身在 那一块 都是从那 演变 隐身而来 那么我们 最后还非得 要把它排斥 成一种脏话 说 切而不用之 说 我们先进了 我们那块越来越不能谈了 哇 那其实是落后了呢 还是先进了呢 是吧 所以说 我们对那块定性 应该是 美好而浪漫 并不是 有的脏 忌讳 那么 这个 这个 不管是古代 还是近代的 文人 骚客 文人 默客 贪官 污吏 有钱人 最后不都围绕着 那点 美好的事情 在 安排自己的 日常生活吗 是不是 所以说 不能把那块 定性为 那个 那如果是那个的话 为什么 不管是有钱人 还是什么人 首先都 都那块事 他咋那多呢 那块问题 咋那多呢 是吧 古今如此 所以说 今天 一南球地 陕西人的口头禅 就讲到这 欢迎评论区 细致探讨 拜拜 下 允育了 亿万观众儿女的 绝密 四大美食 是什么 如果不是陕西人 这四大美食 他 一定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陕西 关中人 这四大美食 大部分人 都知道 尤其是 50岁以上的人 今天我直接 最重要的 又有 又有主食 又有水果 又有肉肉 又有零食 又有冰淇淋 又无数好吃的东西 而在我们陕西 什么叫 补育 补育 补就是把这个东西 妈妈自己在嘴里嚼嚼嚼完了之后 吐出来 然后给小孩吃 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么长大的 现在的人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 啊 那多脏呀 不卫生呀 真错了 这个补育啊 是一个伟大的一个 一个补育方式 是我们人类可能比较原始的补育方式 因为这个小孩在婴儿的时候 他还没长大呢 妈妈嘴里嚼完了这个东西 他经过唾液和这个 一些霉的这个微分解 然后再吐出来给孩子吃 其实他是帮助孩子消化了一部分 而且带着妈妈身上的这个 各种这个这个免疫功能 进入自己的体内 你想想啊 婴儿啊 他还没到一岁呢 还没到半岁呢 他他没有那时候没有奶粉 没有奶粉 有的话也一般穷人也买不起 穷人就是给孩子吃点嚼馒头 嚼完了之后给他吃 嚼馒头 还有就是再大一点点 就是 架水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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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观众人知道 其他地人不知道 架水泡沫是啥 这是一道伟大的美食 所以说 陕西 观中 四大伟大的四大美食 第一大美食就是 架水泡沫 架水泡沫 为什么说它是最伟大的呢 因为它是 哺育我们生命初期的 不可缺的一个食物 所以说 架水泡沫 很伟大 四大美食 我直接全说出来 四大美食 是什么 第一大美食 架水泡沫 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特 第三大美食 敢打面 第四大美食 油泡辣子假摸 这四个 这四个美食 是陕西 观中腹地 最伟大的 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它最伟大的 因为 陕西观中的 亿瓦儿女 都是吃着这四大美食 从婴儿一直成长为 成人 那么说 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糖 红豆子蜜糖 这个东西是 陕西观中人 爱喝米汤 米汤是什么 他就是把这个 粥 在北京 在北方来说 他们熬的这个稀饭 在陕西 那都太稠了 陕西人讲究这个米汤 就是一锅汤里边 放不点米就行 然后主要有红豆 陕西人爱吃红豆 红豆绿豆 这都大云豆 都爱吃 陕西人爱吃豆子 尤其是观中人 红豆子蜜糖 他是把这个米汤熬得特别稀 直接能当水喝 里边然后有米 有豆 这叫红豆子蜜糖 他这个能耐还不够 你现在你比如说 一个十一二岁小孩 想跟一个十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打架 这大一点的 二十岁的小伙子就会说这个十岁小孩 你一碗还不行 灾火纪念豆豆蜜糖 那你可想而知 这个豆豆蜜糖 在陕西观中有多么重要 不可估量的重要 为什么呢 它直接说明了 是你成长的生命的周期 用豆豆蜜糖来计算 这是不得了的 豆豆蜜糖也可以给婴儿喝 婴儿喝这个就是这个米汤 米汤 米汤 面汤 面粥 都可以补育小婴儿 小婴儿 那么这个小婴儿 长得一般长成了 或者豆豆蜜糖 喝得我们长大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吃面条 陕西观中人 最最重要的 一天当中最最重要的一顿饭 也就是午饭 我们叫赏饭 是什么 那就是面 面里边的最重要的面来说 一般家庭条件好的 我小时候的时候 来一碗嘎桥面 这就是我说的三大美 第四大美食的第三大美食 干打面 干打面 打是捞的意思 就是捞面 赶桥面 就是这个面里边不带汤 干捞出来 一瞧 瞧就指的是放桥料 放点盐 那时候也没酱油啥的 少 放点盐 放点葱花 一半 在家庭条件好的 搁点油泡辣的 干捞面 干捞面 来一捞碗 太过瘾了 那时候人家穷 大部分家庭 都吃的是汤面 那么能让你吃一碗干打面 这就是很厉害的待遇了 非常好的待遇了 就是这面里边不带汤 让你捞一碗吃 这是很高的待遇 所以说 你常年在外的陕西人 时间长了 你都惦记蝶有碗面 陕西人 管美美的吃一碗 叫蝶 蝶有碗面 蝶少给你吃啥 吃点啥 蝶了两碗面 蝶有碗面 蝶 蝶是美美的吃一碗的意思 蝶面的嘛 蝶就是狼团火焰的吃 叫蝶 蝶 蝶 蝶就是吃的过瘾 叫蝶 蝶 蝶每美的吃一顿 也叫蝶 蝶有好多种意思 蝶有碗面 蝶就是吃的很过瘾 蝶有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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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大美食 就是有点馋嘴了 馋嘴了怎么说呢 第四大美食 油泼辣子 假磨 哎呀 这你想想都过瘾 尤其是陕西观众人 谁想到这个油泼辣子 谁知道过瘾 为什么呢 我小的时候 都是家家自己种麦子 家家自己磨面 然后每一家自己蒸馒头 那么蒸馒头在陕西关中地区 就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隔两三天会蒸一次馒头 我们老家叫蒸馍 借借馍 借借馍 一劲一劲的就叫借借馍 后来管着叫北济馍 其实叫借借馍 借 借借馍 北济馍 后来咱们演变成这个叫北济馍了 我也不懂 在西安这种城市叫北济馍 那个饼叫北济馍 其实这个按照原来传统的叫借借馍 刚蒸出来的大馍 这么大个的 比现在咱那小圆的这么大点的那大多了 这么大 刚蒸出来这个热馍呀 如果这儿有一盘油泼辣子 那么油泼辣子先量供应 不是你随便想吃多少吃多少 小孩加多了大人会打他的 你一个馒头加那么多 吃得了吗 再一个就是舍不得呀 大人知道这买辣的面也贵呀 油更贵呀 谁吃得起那油泼辣的 有的人都拿酱油凑拌辣子吃 干拌 穷呀 所以说油泼辣子 就是刚蒸出来这热馍头 这油泼辣子 往里一抹 抹满了 一捏 几口 干一个馍头 我年轻的时候 一顿曾经干过十几个馒头 那时候力量大 身体也瘦 能吃啊 十六七岁 那时候真能吃 一顿 那个馒头 我直接一尝尝了一剔 一剔里就十多个馒头 我一顿能吃十个以上 馒头 那都是自己加磨的麦子粉呀 那馒头蒸出来都是卖香味 而且家庭条件不好的 都是全卖馒头 为什么呢 就是黑面馒头 全卖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用那细的 这叫白面馒头 我们老家吃那个 谁要那时候吃那个馍 说培馍 我们老家说 白是培 培馍 外壳子 培馍馍 培馍那是相当羡慕了 别人相当羡慕了 一般情况下 大家吃的都是黑面馒头 白面留着做面条使啊 谁蒸馒头 拿白面蒸 是吧 白面馒头 还有一个 那时候的人 家里都有猪油 哎呀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热蒸出来的热馒头里边 那个猪油罐子偷偷地掀开 趁妈妈不注意 进去之后 玩两勺猪油 往那热馒头里 这样一抹 撒一点盐 开泥 哎呀 吃啊 子油假馍 比油泡辣的还好吃 啊 它有肉香味啊 那猪油都是炼出来的 它本身就是熟油 它是熟 熟香味 那热馒头 把那个凉的那个猪油 在里边一烤化 再撒几粒盐 你夹着吃 人间美味 哪像现在这孩子 我儿子整天的啥好吃的搁那儿都没食欲 所以说人就是个贱皮子货 想当初我们通过这四大绝密美食 这四大伟大的这四种美食 隐喻了亿万观众儿女 你想想我们这我现在是五十岁 五十岁五十岁往上的人 都经历过 解水泡沫 红豆子蜜桃 甘打面 油泡辣子甲摸 至现在关中所有农村的人 也都是这样吃 虽然大家有钱了 房子盖的特别好了 工作也有 有车有房 而且都是二层楼 家庭条件也好 但是大家的饮食 基本没什么变化 那么在这些食的之外呢 我们经常还有一些 我今天讲的这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这四大美食是补育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我们平时还有一些很讲究的吃法 那就多了 那就多了 你比如说今天下雨呢 今天我这录节目外边下雨 一到这种下雨的时候 我们老家就会吃红豆子面 哎 豆子面 那么一到夏天野菜啊 什么绿叶菜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吃柳面片片 回这吃柳面 就是现在说的绿面片 平时我们家里来人啊 或者说有谁有家里有重要的事 我们还会吃个的啊 什么是个的 个的我们老家管饺子叫个的 呃 我们管煮的这个 煮的这个叫饺 叫个的 管蒸的就叫饺子 蒸饺 我们煮的不能叫饺子 我们煮的这只能叫个的 蒸的这个才叫饺子 啊 蒸的这个 才叫饺子 所以我们有蒸饺 啊 呃 在下面的以后的节目里面 我会给大家逐渐讲我们的美食 比如说蒸饺 自卷 怎么做 怎么构成 怎么香 后面的节目 我给大家讲 今天我讲的这四大美食 主要是哺育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所以说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哺育和维持了我们的生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观评论区 感谢陕西 关中地区的人 留言和发表意见 陕西之外的朋友 我们 关中的饮食文化 我们的四大美食 你 以前 知道吗 所以说 提起陕西的美食 大家都知道 羊肉泡沫 饼饼面 这是 不对的 啊 现代的美食 是这样 羊肉泡沫 也是我们 陕西的 非常好 非常大的美食 但是这个美食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边 逐渐细讲 这个美食 是在 我们生命 维持我们生命之外的 营养 改善食物 我们以后的 比如说像这个 蒸饺 自卷呀 羊肉泡沫呀 啊 哨子面呀 啊 豆子面呀 铝片片呀 啊 呃 刺甩微欢呀 也叫刺 啊 这些很多很多 美食 还有 甘萨摩 啊 锅盔 啊 很多美食 我会 逐渐给大家细讲 今天 主要讲的是 维持我们生命的 四大美食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陕西话继续 跟大家说 两个词 一个 是 细谎 另一个是 我也 哎 今天这两个词 在 观众方言里边 也是 几乎 天天都能听到的词 陕西 观众方言 有好多 万能词 什么叫万能词呢 就是 一词多译 就是说这个词 可以用在 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 但是 用在任何一个地方 意思都不一样 所以说 方言的最大魅力 就在于是 一词 多译 例如 我现在今天讲的这两个词 一个是细话 一个是 我也 我先从 我也讲起来 假如说 人家说 哎 那谁那媳妇 物理受试了 我也得很 那这个 我也就指的 他家里边 干净 整洁 有规则 哎 这就是说 他家 我也得很 那比如说 是人家这个房子 盖的漂亮 做工精致 哎 布局合理 怎么说 哎 哎 房子 盖的我也 这个我也 就指的是 他家的房子 盖的 布局合理 漂亮 精致 这也叫我也 我也在这儿 就是精致 漂亮 布局合理 啊 各种意思 那么刚才说 人家媳妇 那个家里 收拾的我也 那意思是 表示我也 就是表示 干净 整洁 哎 收拾的合理 收纳的 特别 有 有 规矩 哎 这就叫 我也 那么我也 还有好多词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跟朋友吃饭 这一桌子菜 做的特别好 哎 见个 我呀 那么 我也在这儿 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在这块 就单指 这一桌子菜 丰盛 哎 好吃 体面 这就叫 我也 哎 那比如说 说 哎 这房车 我也 哎 那这个在这儿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这个房车 用头广泛 哎 买的还挺好 哎 它是一个 议会词 议会词 所以说 这个我也 就是好多 说 哎 比如说说 哎 人家这个节目 做的我也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那就是说 这个节目 做的 哎 有 还好玩 有看点 那就说 我也 所以说 陕西人 这个我也 他基本上 变成了一个 万能词 凡是遇到 美好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 我也 是吧 说 哎 你看 人家那媳妇 长得这么 哎呀 哎 长得 也可以用 我也 说你盖雷 猪圈 盖得特别漂亮 也可以 哎 哎 你还这活 做的我也 这次全 我也 哎 也可以用 我也 那么我也 这个词的 本意 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现在把这个 翻译成一个 一个这个 口头禅的话 这个我也 在 陕西 观众 中话里面 几乎能 变成一个 我只要想赞美 我只要想夸谁 什么东西 我用我也 大部分 都可以 我这有做的草稿 我有时候看 所以说一个我也 有一万个意思 这个大家一定要 要把它弄 弄明白 还有就是 我也 这个 这个词啊 是一个议会词 放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 都很完美的 展示了 它的意思 但 只有陕西人 能懂 例如 把一个英雄 就是 打架 把一个坏人 打了一顿 看热闹人 议论的时候 也可以说 哎 你还这死 总有 我也 点了一顿 我也 没 意思是 打它 是正义的 打得对 那么陕西人就在这儿 就会 把它议会成 这个我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为民除害 这件事 做得好的意思 所以说 这个我也呀 可以用在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 情况下 大部分 都能使用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 讲的 什么 瓜皮了 你把皮擀了 这些话 为什么都成为 口头禅了呢 成为口头禅的话 不得了 什么 就是 一词多意 最后变成了 议会词 那么议会词 就是方言 最有魅力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具体意思 但是它什么意思都有 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方言的魅力 就是 本地人可以议会 根据语气的轻重 说话的轻重 语调的声扬 轻重 一个人的情绪和表情的配合 就能明白一个词 一个字 是什么意思 它 就是 一词 多意 所以说 方言 魅力无穷 值得 记录 所以说 你比如说 口头禅 哎呀 你这房车 我也恨 哎 人家外房车 十多的 我也恨 这一座子 发 我也恨 这都能用 我 为什么呢 它就是一词 多意 意会词 所以说 方言 博大精深的地方 和 高端 有文化的地方 就在于 一词 多意 一词 无意 没有一个具体的意思 但又有一万种意思 哎 你就去谢吧 啊 你比如说 说一件物品 我也 那意思是 做工精致 考究 哎 说人媳妇把屋里收拾的 我也 那就是干净 整洁的意思 哎 呃 还有啊 我看一看 还有就是说 你穿了一件 金大衣 好看 哎 你这大畅 我也恨 你这一套衣服 漂亮 他也可以用 我也 哎 说你这双鞋好 也可以 耶 啊 你这鞋 我也 意思 你这鞋又漂亮 又结实 又好看 估计穿着 也舒服 说你这鞋 我也 哎 有羡慕 羡慕的成分在里面 啊 所以这我也 你看这个这个 他有他有无数种词 所以说 我也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接近口头禅的万能词 陕西话里边 有无数万能词 也就是这个词 放在哪都行 有一万种的意思 那你想 我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我也 给大家执意一下 用一个词 可以把我也 翻译的差不多 这个词 在普通话里边叫什么呢 我也 在普通话里边 我也就等于 完美 完美的意思 哎 如果说翻译成完美 那么 接近普通话的词 普通话也有议会词 比如说这个我也 这个完美 那他不能说 还没有说像陕西方言 关中方言这种 这种议会更深 就是说 但是大家也可以理解 你比如说 他是怎么说呢 比如说 哎 你觉得我这房车怎么样 人就两字 哎 完美 哎 完美 那你就是议会吗 他说的是房车完美呢 还是你的价钱完美 还是这房车漂亮 还是你买的这事 过程完美 他一个完美 你就理解 这是个好词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 你自己议会 这就是好玩就好玩在这 今天 这桌子饭吃的怎么样 完美 哎 你看这个完美 也是个万能词 这个完美呀 就相当于是陕西的我眼 但是还没有我眼那个语境和词意更好 但是已经接近了 因为完美大家能用在口头禅上吗 有一段时间 大家把这个完美经常用在口头禅上 问你这个事干的怎么样 完美 哎 哎 普通话里的议会词 完美 所以说 陕西关中方言 有无数的词 是议会词 一词多译 他没有具体的意思 但是他又把所有的意思 都表达明白了 那么你学这个方言 你就太难了 那真的不是学个汉语 学个普通话这么简单 他 他不能用文词表达吗 你比如说像我举例说明的 人说你这 你这 东西怎么样 好 好 这就是一般好 一般般 那么说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那么就是比较好 不错 那么再说一下 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那就是特别好 那么在普通话 或者文字表达里边 都是一个好字 都是一个好字 那你这个好 在陕西方言里边 都是一个字 那么你在普通话里边 可能就会说 一般 比较好 特别好 非常好 好得不得了 是吧 那你翻译的话 是这样翻译 五种意思 但在观中方言里边 就都是一个字 好 那这个好就来了 这个好就是 好多种意思呀 他议会词 都是一个好字 那么普通话 可能是变学习 大白话嘛 然后把懂 有些东西 可能说的比较清楚 但是失去了方言 应该有的那种味道 和深层的词意 那你比如说人说 好 这个好 是一般好 还凑合 我理解你不容易了 你这是 就是凑合事了 说你做的不用心 都是一个好 那这个好 说的轻一点 是吧 人家 陕西人 他这个说好 他后边还有好多词 好的恨 好 真好 好咋了 好的 他这个好里边 你普通话又翻译不了 他跟你那个非常好 特别好 好得不得了 还不一样 他都是特别好 他里边有赞美 有期许 有埋怨 有各种 各种意思的一种好 在里面 还有羡慕 基督恨 也是好 所以说 这就是大概举例说明 一个词 一个词的意思 都是一词多译 那么这个我也是什么意思 就接近于完美 漂亮 做工精致 考究 整理的 收纳的非常好 各种意思 在里面 我也就是一个完美漂亮 等于 接近等于完美漂亮 的意思 但是你还解释不清楚 但是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完美 这个这个我也跟完美 画一等号 让大家好理解 但并不是 等于就是我也就是完美 接近 所以说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 这期节目本来是讲两个词 讲是细谎和我也 结果就讲一个词 讲一个我也 其实我每一期节目 讲一个词 大家能理解的更好 评论区留言 咱们互动 把这个词探讨的 也更到位一点 更到位一点 然后呢 看他都能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的家乡 如果说 我也 你们家乡有一个什么词 和我也相近呢 这个我也 我相信陕西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 包括甘肃一些地区 山西一些地区 河南一些地区 可能都都能听懂 我也 因为这个词 肯定就是以前 官话的一个词 那现在没有了 语言也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废弃 所以我为什么着急的 把方言记录下来 我和大家 共同努力 把这个方言 通过影音 记录下来 我现在这个评论区 有很多这个 对方言特别有兴趣的朋友 也在不断的 在完善这个 呃 观中方言 我也收录了很多 我慢慢给大家 把这个讲 讲出来 咱们把它留成历史 啊 通过这个影音 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以后的人 最起码知道 我们当时说完美 怎么说 我们说我也 这我也这个词 哎呀 我个人估计 就是都维持不了多久了 包括细谎 细谎 我下一期给大家再讲 再做一个节目 把细谎给大家讲透了 啊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 我也的恨 拜拜 给大家讲一个 陕西观中方言里边的词 细谎 细谎这个词啊 在陕西观中方言里边 基本上天天可以用 陕西人啊 他这个 有极大的悲情主义色彩 可能因为自己这个 呃 永远是兵家 必争之地 谁占据了观中 谁就占整个会统治中国 所以说观中这片地方 不得了 所以说 陕西人有一种悲情主义色彩 孤独主义色彩 他又是独狼 啊 又是 这个 特别悲情腔 前小靠后嘛 王朝鲜 王朝鲜 马汉 和尔一声 莫 护未来 往后退 王朝马汉 吼一声 琴腔 主要就是吼 吼出来啊 他特别 悲情 荒凉 孤独 呐喊 释放 所以说 陕西人 又有 内在的 又有一种就是 浪漫主义 和豪情的这个情怀 毕竟 地处 西北 所以说 陕西人 他是崇尚 个人英雄主义的 所以说 你看这个 比如说 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 比如说 咱国家的这个 特种兵啊 什么的 这个招收的话 一般比较喜欢 这个 陕西人 陕西人 他是独狼主义色彩 所以你看 陕西这个 网友 很多网友 网名 都是什么 西北狼 什么的 狼一类的 都狼 或者什么的 狼 西北人 其实大都崇尚狼 为什么都崇尚狼呢 其实狼 他与这个文化有关系 陕西人 为什么也崇拜狼呢 狼头疼 这个是 原来北方民族里边 基本上都上 狼 狼 狼都是头疼 什么是狼呢 你看古代说 这个 这个 说蝉鱼 大蝉鱼 蝉鱼 大家把它翻译得很好啊 说是蝉鱼 其实蝉鱼 直译成咱们汉语 就是狼王的意思 就是崇尚狼嘛 说这大蝉鱼 大蝉鱼 就是大狼王 蝉鱼就是狼王的意思 所以说西北人上狼的这个历史 可以追溯 很久很远啊 你比如说蒙古啊 这个蝉鱼嘛 都是从这边来的 从西下 西边 北边这边来 都是当时都是叫 那些大蝉鱼 其实都是上狼的嘛 所以你看包括西北 我们现在陕西人 好多人也是上狼的 你看这个陕西人 很多这个网名啥 都是什么狼 什么狼 狼 他骨子里边是 是一种 个人英雄主义 他比较孤独 但是比较勇猛 能忍受 个人的孤独 与凄惨 所以说 陕西人有悲情主义色彩 那么西黄这个词 西黄这个词 我给大家质疑一下 西黄跟我上一期 本来上一期是讲两个词 一个西黄一个我也 那把这两个词分开来讲 就是为多聊一聊 多说一说 其实我讲的还不全 有时候躺在那想的时候 想的特别全 哎呀 这个西黄能用在哪 那个我也能用在哪 想了好多 讲的时候 有时候就就忘了 所以希望评论区 大家跟我互动 西黄这个词啊 要是直译的话 可以直译成可 那么说自己西黄的时候 一般就是说自己可怜 穷魄 日子紧 这是可怜 那说别人西黄的时候 说别人西黄的时候 他带有同情心 哎 说哎 我西黄 周岁 我打 我妈 我 西黄的很 那就是说 这个孩子 从小就没爹 没娘 一个孩子特别可怜的生活 啊 那就带有一定的同情心 所以说西黄 那比如说 哎 我这 这一成两年多了 我西黄的坚持不行了 两年多没手足吗 哎 人西黄的 那意思就是日子过得特别紧张 可怜的不行 哎 过得紧张 西黄 那这个西黄呢 就是 我可怜的两年多都没收入了 啊 我日子过得紧 没钱花了 你看我可多可怜 哎 这都是西黄 这 还有一个西黄 西黄 他再翻译过来 还有一个意思 哎 你看这个陕西黄 就是观众方言 就是一词多译 万能词 西黄 还代表哭泣的意思 哎 你比如说 谁家 老人去世了 这个人就跟另一个人 哎呀 把人西黄的 意思 哎 把人哭得特别悲伤 这也叫西黄 这也叫西黄的 西黄的就是特别悲伤的意思 你看 这意思又来了 他本来比如说是可怜的意思 那到这儿又是悲伤 哎 悲情的 悲情的悲 特别悲 就是说 哎 你保西黄了 意思是 你别悲伤 你别哭了 你比如说 他家老人去世了 劝这个人 这个人 劝那个人 哎 你个 行了 行了 保西黄了 哎 差不多了 你 哎 意思是 你 你别太悲伤了 也别哭了 啊 就这打住吧 哎 那如果说别人家去世了 亲戚去世了 自己就赶紧 哎 那这好 咋个都 我快的就没了 哎 我本人可西黄的不行 哎 那这西黄又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西黄 和其他众多的陕西方言的词 是一样的 他都是一词多艺 用在哪都行 这个妈和儿子长期没见面 一见面 哎 我那西黄的 这 这打野人 你能行吗 不行 他这个说我那西黄的 意思是充满了关心 关怀 和爱 他说他我那西黄的 哎 我西黄的 那并不是说我真的可怜 他就是说意思是 哎 我儿子 这一个人挺孤独的 挺那个挺男的 哎 都说我我西黄的 我我西黄的意思 其实是充满了关怀 关心 说我儿子一个人孤独寂寞 哎 这就叫西黄 所以说西黄 也是个一词多艺的词 这是方言的魅力就在这儿 所以说评论区里边 能懂西黄的人 咱们多互动 把咱这个陕西关中方言 发扬光大 记录下来 哎 你比如说这个西黄 我跟我 啊你最近弄咋的 你最近弄咋的 哎 我最近西黄 咋的 哎 哎 哎 要 幸福给人家跑了 把人西黄的 哎 你说 这也能用西黄 是吧 嗯 这节我得删了 我跟我一哥们 见面了 我一哥们 哎 最近把人西黄的 我一赞的 哎 媳妇给人跑了 挖起来 带走了 就身上恶野人 西黄的跟上去 哎 这个西黄就是 我一个人 孤独寂寞难耐 也没人给我做饭 也没人照顾我 哎 这个西黄 这个西黄在这儿意思就是 孤独寂寞 悲伤 啊 可怜 啊 等等 他是这意思 所以说这个西黄 他有文化内涵 和词词译的深层意思 都在意会 所以说方言的魅力 大的魅力 就是说他很多深层的意思 只可意会 翻译不出来 那你外地人学的话不好学 这种文化只能靠熏陶 熏陶 就你在这个环境里 生活的很久了 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可言状 就说不出来 就像我刚举例说明的 我这一哥们跟我见面 那他说西黄 那他意思是表示我最近很不顺 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 所以我西黄 那西黄 哎 在这块就是 没人照应 一个人孤独寂寞 各个方面的意思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西黄 还代表哭 悲伤的意思 是吧 穷的不行了 也说我西黄 你最近 怎么着 这个 收入怎么样 西黄的跟撒的 意思是我收入很少 没什么收入 这都是悲情主义 然后一般就是 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 比如说像 家里人说话的时候 一张嘴就说 那个西黄 哎 我老婆西黄的吗 他喜欢让人说他西黄 啊 就是 被人说西黄的意思就是 别人同情我 别人都看我挺可怜的 这意思 啊 所以说 西黄的 也是一个 放在接近口头禅的话 表示我比较 啊 当然说别人西黄的时候 一般是带有这个同情心 和想帮助他 说 再一个就是说 我至少 我是 看见他可怜了 这个是 说别人西黄 说自己西黄 还有说自己家人西黄的时候 那是一种安慰和爱 西黄 希望咱们大秦区懂得西黄的人跟咱在评论区多讨论 看他都能用在那咱们多探讨把咱们的陕西方言通过影音留下来 细号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 谢谢收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用陕西关中话给大家读一段陈忠实先生的白露源 白露源写的就是陕西关中的真实的事情 他虽然是一部小说 但是他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依据 所以说陈忠实老师 他已经就是超级大师了 他写的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小说 我个人没有读过 但是我看过白露源的电影 就是这个叫 我对明星啊都不太敏感 或者说我都不知道是谁 那个叫张雨琪演的那个电影 王全安导演导演的 这个陈忠实先生的白露源 有很多人都想把它拍成电影 但是太难拍了 这个电影 这个故事最好是我们陕西的导演 陕西级的导演 陕西级的导演 其实有很多 你像最著名的 大家都知道的张艺牧 这就是我们地道的陕西关中人 还有顾长卫 王全安 这都是比较著名的 我们陕西级 陕西关中级的电影导演 电视剧导演也有很多 比如说后来演的这个 你像张嘉义 这都是我们陕西级的 这个 你像还有这个 那老爷子叫什么 李奇 这都都是 都是陕西 包括孙昊 这他们都走那 都走那个演员那片的路 只有真正的陕西关中人 才能把陈忠实先生的 白露园里的东西 演或者说理解的更透彻一些 陈忠实先生写的这个白露园 是一段历史过渡时期 从清末到民国 到我们现代共产党 这是分 基本上是三个段的历史事实 所以说 这个书我没读过 我读书比较少 我读书 所以说 我给大家念一段 用陕西关中话 念一段陈忠实先生的白露园 电视剧 你像这个我的 我家人什么的 也挺爱看这个 比如说白露园这个电视剧的 白露园的这个电影 我个人看完 至少都有五遍 但是 保贬不一嘛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 就是白家轩 陆三 黑娃 天小鹅 就这么几个人 那大家评论说 这个白露园拍成了 这个田小鹅转 他摇了天 说不好听的话 人类活着 其实就是围绕那点事 转 你看看那个田小鹅 基本上跟村子里那些 稍微那跳皮点的 稍微那个有点本事 或者稍微活动量大点的人 都睡过了 其实村子里 包括人一生的交往 很多事都是围绕着男女关系的转 离不开 离不开 所以说 其实也不忌讳 所以说 你比如说像 我们陕西级的大作家 也很多 很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 陈忠实 贾平蛙 陋瑶 柳青 这都是陕西级的 很著名的一些大作家 那么比如说 贾平蛙当时写的 什么费兜还是叫啥 围城还是费兜之类的 我没读过 其实都是 随开始一吸引读者 或者说书卖的特别好 特别牛 其实好像都与那个 性描写有关系 这书就火了 包括陈忠实先生这个书 也是这样 也有这方面描写 但是实话实说 这些大作家在写书的时候 他不是刻意描写那块 而是那一块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绕不开 那么这些书里边 为什么都对 方式或者性 有如此详尽的描写呢 是吧 是大家爱看的 还是他们爱写呢 这个不得而知 大家自己想 我今天给大家念一段 因为我也不算读 我就用陕西观中话 给大家念一段 白露源 第一章 我主要是用陕西观中话的味儿 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书 让大家感受一下 从哪进来的反光点 我是用手机给大家念 陪佳选 后来硬以为豪庄的一生 去过启房女人 去投房戏服时 他刚刚过十六岁生日 那是洗缘上 贡家村大后 贡政荣的头上女 比他大两嘴 他在完全无止 完全 晃乱中 斗过了行魂之夜 留下了永远 朽于乡人 刀吉 的客销的 挂样子 而自己 却永省难忘 一年后 这个女人 肆于难忏 第二房 去的是南园 庞家村 应识人家 庞朽瑞的 耐甘女 这甘女 这女子由正好 逼他笑靓嘴 模样均秀 念经忽灵忽灵 他完全不知道 家人是咋回事 而他刺死一惊 安熟男女子 捡所有的印密 他看着他 羞却恍乱 而向到自己 第一次 傻样 犯到决定 更负刺激 当他 轰索着 把咄咄善善 而又不干 围熬 他的笑心 后 过着神瞎的时候 他请到了 他 不是欢乐 而是痛苦的 一声苦交 当他 疲悲的 血下来的时候 才发觉 肩膀 累脆 疼痛 专心 他把他 尿拦了 他 赴上 洗通的时候 心里就 潮气了 对这个 角观的 有点 任性的 耐感觉的 闹祸 争于 法座的时候 他却 扳过 他的肩膀 安死他 再来一次 一当 经过 男女 第一次 缴 他就 编地 没有 解脂的 任性 这个女人 从 瞎交定 到 红筹 该紧 进入 培甲 门楼 到 烫金 已居 薄 败财 抬出 这个 门楼 死见 不拒 一年 是 嗨 劳 兵 死的 第三个 女人 是 北援上 盘甲 栽地 一户 同样 饮食人家 的 头层 女 16岁 的 神器 法育 的 香 二十岁的 女人 一样 缝慢 成熟 缝于 的 肩膀 和 混缘 的 臀部 悠悠 一堆 大 奶头 她 要么 是 造熟 要么 是 混 前 有过 男女 简的 指示 一 一转 一转 我就 把她 紧 紧 双臂上 写死着 急迫 与 坦烂 把 逢慢 故障的 奶子 毫不 修夕地 切进 她的 胸膛 当她 进入 她的 神器 时 她 嗷嗷 直交 却不是 痛苦 而是 沉迷 这个像一团 荣 荣 囚的 女人 在她怀里 缠没着 一年 就收成了 一根 干苦的 爆肝骨子 最后 透血死了 死了 要么 没有 搞清楚 是 杀兵 第四个 女人 去的是 南园 靠近 三个人的 密甲 铺寸的 对这个 女人 她几乎 没有留下 什么 记忆 她似乎 对她的 所有 作为 毫无反应 她要来 她绝不退聚 她不要死 她从不 黏她 她从早到晚 只是做 她应该 做的事 几乎 不说一句话 她死的时候 她不再讲 都真上去 回来 看见 她的罪 四肆 尿着 背却 自家 抓掉了 受伤的血 尚未 完全干活 康辩和康熙上 凝结着 伐黑的血 物和被 自家抓扣的 阴痕 血丝 午后 突然 头子疼 父亲 躁塌 不灾 就去 增上 庆来 楞先生 急救 楞先生 端围 当毛庆 砸枕方 血丝 血液 编成 黑色的 丑纸 方不次 来 她死的 十分 痛苦 浑身 丑倦 成了一只 感想 连着 私了 四个女人 假选 怕了 可是 相信 村里 人造就 切切者 管于她 明明的传闻 怕是 自定要 大一杯子 逛棍 她的 老子 病的老海 为她 帐了 栽去 她全 父亲 再换一换 栽死 病的老海 把 遮着 罪唇 对准 谁也带 的 眼 痛 不得一声 吹了眼灰 又 黏着 黄粮 热绵的 眼尸 仗着眼 痛 又 遮起了 罪唇 不得一声 吹灭了 祸 字 鼻孔的 盆子 亮过 龙眼 不容 置疑的 血 再 卖一批 罗马 第二 遣 上 悟 的老海 欠着 罗举 上 贝勒 真 去了 回来 是 潜 一 撒 撩下 那 班杰 且连 班杰 皮绳 的 匠 告诉 儿子 血 媳父 血 成了 董元 上 李家 穿 木槍 威家 的 三 姑娘 这个 女子 是一个 穷家 女子 门不 党 户 部队 已经 无从 孤及了 木槍 威 落 三 养了 五个 闺 愁 养 活 不过来 只要 这时候 怨怨 轻轻 的 村子 惹烈 的 流传着 怨不自 明明 关于 家旋 的 省力 米文 学 他仗着 一个 够的 家伙 长到 可以 缠咬 一圈 而且 舌头上 仗着 一个 呆斗 的 盗狗 女人们的 咖 非常 度 全 被 倒 碎 而且 至今 斗指 那些 隐氏 人家 谁也 不去 考虑 白露 村 白病 的 家 村后 的 奏 和 饮食 的 假年 谁也 不愿意 念 整整的 把 女儿 送到 那个 仗着 购求 的 乖物 家 里 去 送 死 只有 像 牧强 威 老 伞 这种 恨不得 把 女子 起 出门 的人 才 吃 这好 安 快 当 混思 按照 做传的 雅给程序和 利益 假尽 筹斑的 中央 管头 并得 老汉 自己 透然 包私了 那是 妹子 洋花 油彩 赶架 时 港 角 龙 里 四月 杰铃 争刀 孝曼 妥香 免一免 扣 还上 胆一 胆扣的 壮奖人 仍然 不堪 招惹 乌帆 后 并得 老汉 定住过 长共 露散 威号 盖中 棉花 就躺下来 写 洗一会儿 妹子 午后 她都要 写一会儿 有时 断到 这扎 某个念 迷糊一会儿 就行 然后 乔哈康 用 沾了 弄碎的 毛巾 插着 念 念 这时候 一身 轻松 一身 爽快 仿佛 把前半 前 劳力 全都 堵落了 然后 搓下 火茶 洗碎 眼 浑身 的紧箍 就兴奋的 斗索起来 像一扎一扎 宁静法桥的 闹钟 邓的 露散 微爆了 身口 她和她 抗着梨 掐着骂 奏此 群想 奏向前夜 的时候 精神 斗索的 像 辰政的 将军 郑根 后上 她都是 精力充沛 一字 集中的 盖 中的 龙和 往往 逼得 逼她 年轻的 长共 露散 七寒 许 汗流 假背 也不甘 有 撇开的 呆慢 她从来 不 抹 长共 更不比 说 东寿 东爵 大 长共 说 丢了 沈家 贡献 也是 绝不 少 付 一生 一文 她和 长共 在同一个 同棚里 系练 从同一 掌 坐子 吃饭 她用过 的 长共 给她 赐尽了 力气 而且 成了 脚衣 深厚的 朋友 骂员都传送着北六群北病队老汉的甲花浩明 病队老汉刚躺下就自自眉眉 人随迷糊了 她蒙去 她蒙出 自己 坐着牛车 骑着连倒去 隔妹子 头顶户的 善良 马前流祸 纷纷瞎追 又一团 正好落在她胸膛上 少的皮肉 字字相像 就从牛车上 反跌到 慢似黄头 操蟹的 扯折里 惊醒后 她已经 跌落在 康夏 低转上 她毛毛 胸脯 娃浩无迅 兵无流祸 少折的痕迹 而行卧里 头 着实少祸了祸了的 香又祸烟 糊糊盆瓷 烧上了喉咙 和舌头 我就念这么一段 我也没有 在这个 在念这个之前 我就念过这个段子 我不是打开手机 直接给大家念 因为我就是 陕西关中 富平人 所以我们念这个的话 就是念书嘛 就是认字嘛 不用预演 不用说 我先念一遍 我念任何东西 都是直接打开 直接念 所以说 这段 白露源 如果读的有什么不对 或者有什么科判 或者有什么错别字 请大家原谅 因为我本身就实字不多 白字先生 有好多字还不认得呢 所以我就用陕西关中的味儿 语言的味道 给大家抖一段 让大家体验一下 用陕西关中话 念书 是个什么味道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观看 观众人说 站住 别动 蹲下 听陕西话怎么说 怒动 个就好 抱头他 站住叫怒动 蹲下叫个就好 别动 抱头他 这期节目开始 大家做一期节目 与人身体的活动 有关系的词 陕西话 从头到脚 你站立行走 立定的动作 陕西人怎么说 第一个就说头 把头抬起来 陕西人怎么说 把撒娘去 这是把头抬起来 把撒娘去 头都撒 抬起来都 娘 娘去 娘去就是 扬起来 三个字的 一个抖法 扬 陕西人都娘 娘去 撒台去 就撒娘去 撒娘去 朝上看 意思是把头抬起来的意思 那么把头抬起来是 把撒娘去 那么把头低下去 这么说 把头抬下去 这么说 屏幕前边 有谁会吗 我直接说 把头抬下去 把撒再好 把撒再好 意思是 你把头抬好 你比如说 你犯了什么错误了 或者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 那斗户斗 或者说警察抓着一个小偷犯罪的 把撒再好 把撒再好 意思是 你把头抬下来 把头抬下来 叫把撒再好 头是撒 抬下来叫再好 这个动作叫再好 把撒再好 你看 这词 那么现在下来了 那人一个人从这个 从站立 到蹲下 这个蹲下 这个动作 怎么说 蹲下这个动作 好多观众人 包括有些外地人都懂 陕西省以外的人 也懂 而我说的这个外地人 是陕西以外的人 没有歧视 只是一个地域的形容而已 人把从站立 到蹲下 这个词 叫各就好 各就好 这个词 好多 好多人都懂 或者说 大秦区都懂 甘肃 宁夏 比如说甘肃 庆梁 定西 好多地 甘肃好多地 都跟陕西一样 宁夏 像顾园呀 这个这个宁夏的 这个这个好多地 平梁呀 是吧 山西运城呀 河南陵堡呀 这好多地 其实就是原来的大秦区 这个大秦区的人 都知道各就好 就是一个人 从站立 到蹲下 叫各就好 例如像我刚说的 那个警察抓小偷 说把撒赞好 就是把头低下来 那如果说你从站立 让你蹲下 怎么说 各就好 各就好 如果说让你抱肘 把头低下来 蹲下 怎么说 收包撒 撒赞好 这是一串命令 让你 让你蹲下 老实点 手抱头 撒赞好 让你低头 这是一个 陕西人一个动词 头扬起来 把头低下来 从站立 到蹲下 怎么说 然后呢 比如说 你正走路 你正走路 让你停住 怎么说 你比如说 骑步走 你正走着 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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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人怎么说 陕西人怎么说 有谁知道吗 陕西人 你正走着 路 路 路 就是立定 你定那儿 别走 叫你停下 路 路 还有详细的 说 你站到那儿 你个怒度 这是正宗的观众味 怒度 就是你给我站在那儿的意思 站在原地别动 你个怒度 怒度 就是站在那儿 停在那儿 别动 怒到那儿 怒 就是站定 立定 就是怒 还有一个 就是说 用的语境 比如说 我这个 弄个骡子 耕地呢 弄耕地 我就会说 驾 我 对 怒 怒 意思是 停 立定 别走了 这就叫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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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从哪儿来的呢 与普通话 和其他语言都没关系 这个怒 怒 很有可能 来自于北方语系 怒 怒 这就是怒 这就是你正 正走着呢 正那个啥呢 是吧 就刚好叫怒 还有就是说 这个从 站立到蹲下 叫 叫 个就好 那如果从蹲下到 站起来 怎么说呢 起身 你看这都是古汉语的意思 起身体 起身 叫起身 起身就是从 从这个蹲下到立起来 就叫起身 那么起身还有一个词 还有一个意思 如果翻译成普通话 或者英语的话 就叫begin 起身 起身是什么意思 begin 开始 出发 也叫起身 出发 叫切切 说着出发 起身 我起身了 起身了就是我出发了 我开始了 我行动了 就叫起身 这词都有好多演变 还有就是说 你这个人坐在这儿 让你把腿张开 腿张开 怎么说 有人懂吗 腿张开 闪现 啪开 把腿啪开 不说把腿张开 把腿啪开 你比如说我 我啪个啪叉 我腿啪的开的 啪 啪开 还有就是那点事 男女之间那点事 女人把腿啪开 生小孩的 你把腿啪开 那你不啪开 没法生 那就叫腿张开 不叫张开 你把腿啪开 你腿啪的 我搭的搭的 腿瘦个 意思是你腿 你坐在那儿 腿张得太开了 不雅 你把腿收起来 你腿啪的 意思是你这人 坐相不雅 这就叫啪 啪就是腿张开的意思 这叫啪 啪 啪一啪啪 哈语片语里没有啊 普通话没有 啪一啪啪这个词 有吗 有这个啪这个词吗 啪一啪啪 有啪啪啪 没有啪 我们说啪啪啪 啪啪啪 一个东西张开 就叫啪 把一个东西 从一个东西上 拿下来叫啪 这都是一个动词 啪 腿张开 叫啪 站在那儿 就弄出 立起来 就气势 坐在那儿 就撮好 腿张开 就啪开 把啪 站好 把啪 撅气 这都是 都是 身上活动的语言 你比如说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 打了一耳光 怎么说 哎 那不然就 你看 你看 压了一号 压了一号 就是打了一耳光的意思 翻译过来就是 那不然谁 压了一号 压了一号 就是 打了一个耳光 就叫压了一号 啪 这就是压了一号 压了一号 我把它压了一号 压了一号 就是打了一下的意思 学家猫要叠了一顿 叠了一顿的意思是 他把我打了一顿 他打了我一顿 我要打别人 应该把你来 就给叠死 你叠 叠你呢 叠也是打的意思 叠还有说吃饭的